因为在沾盘里面 沾到这个盘 它沾到了魏昆森这个盘 这是属于是吸盘 那么又沾到了 耕有心虚前吸盘 就等于有大石头一直压着自己 所以不够完美 不够完美 最完美的地方在哪里呢 所以这个东 大家注意看 这个也是你们学的地方 房间一定要知道沾山的地方 这个是东宅对不对 东宅 东宅所排斥出去的呢 就是所有的四个西的方位 西宅的方位 西气的方位 所以什么哪里是西气的方位 就是这个 魏昆森根有心虚前害 这个位置几乎这样子 都是它的房间 反正是客厅这个位置就比较好 客厅这个位置就比较好 所以大部分好的地方都在客厅 直到它的这个厨房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比较好 如果它的这个地方是房间的话 它就发达了 再加上是东宅 这间又是东宅 我又是东宅 它这个全部是房间 哎哟 那就不得了了 顺到不得了 你这样子的话呢 那你现在还可以这样就很好了 不错 不错 找不到工 一年啊 哇 不错 那还好 不错 那可以 所以 他 讲话 都能听到 他 我失业啊 那种 刚刚 他们都还戏啊 对吧 他那种 丹田又好 你看他的气色也不错 对不对 不会倒霉的 那为什么又这样呢 不知道 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这个 在风水上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被压的 要注意 那怎么办 这个怎么办 让他在几个月内 就可以看到效果 首先我们先要了解 一旦是这样子了 就不可以再去强求了 但我们呢 不是去改变他 是去好像 就按摩一下他 多少中风的人 按摩 家人鼓励 再加上饮食习惯改变 慢慢就好起来 多少 中风大家都怕 现在啊 这个很多中风人都改变了 他的 他的 他的这个健康又恢复了 就是靠大家的努力 中风也能改 那风水为什么不能改 对不对 癌症都能够化 那为什么这个不能化 这个是辅助你的一个方式 首先一定要了解 这个房间是属于 什么样的五行 所以这个就跟上一次不一样 我觉得每一次都会不一样 每一次来现场来学 就真的是不同 这个是土 这是土 这是金 当然在土是 大部分是土 大部分是土 那么这个颜色要用土色 写下来 要用土色 淡啊 然后这个是金 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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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用白色 用白色 好了 可以了 那么 黄色是属于什么 黄色 如果你有黄色的话 那就代表说这间 你就把他的 他的坤气的杀气 招来啊 那更糟糕啊 他都不要嘛 就他不要土的 有土就有坤嘛 这里呢 有白就有钱嘛 钱都不好了 你还有白色 钱不是不好 是你不喜欢啦 不是他不好 是你不喜欢 坤都不好 你还有黄色 所以你要知道 怎么样把他给卸 土生机 你可以把他卸掉 你这里 可以用白色 卸掉 你可以用水色 蓝色 把他给土刻 把他给刻除 把他给卸掉 你千万不要去 有青色 青色你 找他的事情 他就好像是 阿森 阿坤 阿卫 这三个人 是黑社会的 你不要找他们的麻烦 你惹不起他们 你就这样想 就比较容易 所以不要有青色 青色就会刻他 刻刻 好嘻 刻 不要不要 你刻不了他的 所以可以有白色 金色 银色 也可以 还可以有 那个蓝色 灰色 也可以 那么 第二点我们就要来问了 这里是谁谁的 姐姐 我 你 那你适合蓝色吗 洗水 洗水那就适合 那可以啊 就有蓝色 现在有什么色 蓝色 继续 蓝什么蓝 深蓝很容易撞火 大家要注意啊 深蓝色很容易变成火 深蓝色 那么 你游这个蓝色的时候 有没有打底气 白色才游 我有教过了 一定要记住 先打底白 再游你要的色 回去重游 这是一个 还有明年啊 这个位置啊 西北位 西南位 五黄 三萨在西 五黄 在西北 西南 所以明年恭喜他 睡在五黄位 人哪睡 起觉变归 起规变叫 还是起觉变归 所以哦 所以这个他要想办法化解 如果我放去 上面的房间 那谁 所以这边 没有 我姐姐已经是结婚了 结婚了 那我们也觉得换这边 也是一个方法 这边是属于 西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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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 所以你看这个 是吧 福人居福地 福地福人居 就证明 你的福还不大 还不大 所以他如果搬来这边呢 还是这样 还是这样 也是西西西 明年啦 2019啦 不是今年啦 明年 如果用金的话 用白色 洗水用金 洗水用金啊 洗水用金 其实没有错 我觉得是你没有游那个打底器 你要赶快游哦 因为明年三杀五黄寨 就不可以游了 然后游的时候 真正的风水 大家知道 一定要把你的墙壁磨平 那墙壁凹凸不平 不可以 一定要跟他磨平 磨平 磨平了之后 他们好像还要 还要游什么 什么 西勒啊 什么 什么 什么的 你不可以磨平了 就随便游咧 他们还要什么什么 游游什么的 然后他才比较 夹夹夹夹 然后才能够游 游了整个真的很漂亮的 真的是很漂亮的 所以一定要磨平 最好把这两个都磨平咯 磨平了一起游 白色不错啊 白色你适合嘛 对不对 所以天花板一定是白嘛 天花板也要磨平 白 那么 这个 这边淺淺的sky blue就可以了 不要游到两个色啦 有sky blue 赶快改 师傅 那我的房间 因为它的 靠西那边的墙壁 它上面是 有一半的那个 它是 它的墙壁是伸进去 凉 凉 这里啊 这里有凉啊 我的那个 下面那间房间 啥 这里 这里有凉 到 到 到窗口那边 也是有凉 这边有凉 这样子 有凉的地方 你就用花凉棒啊 就可以啦 花凉棒啊 很简单 有凉就用花凉棒 但是 它 它现在这个位置 它很聪明哦 它的头在这个地方睡 但是还是一样 窗不窗口还无所谓 它还是一样啊 因为 因为你就是等于是在日本睡 你住在日本 你又 不会讲日语 你住在日本 然后你朝着你的 附近的位置睡 这个逃得了和尚 逃不了庙了 你这样睡是 不对的 所以他这个真的是 没有他睡的位置 真的是没有他睡的位置 所以你的 你的格局要 要很好 要想一想 不要在房间摆柴位 不要在房间摆柴位 尽量在客厅摆柴位 所以你这间家 他只能用什么 只能用客厅 来摆设他的柴位了 东南是他的柴位 这个屋子 东南是他的柴位 东南是在这个地方 而这个地方是泄水 你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个泄水给阻止 把它阻止 通常呢就是 放一些东西能够朝向这边的 朝向这个地方的 你可以放弓形箭 什么叫弓形箭 它是一支箭 不是上风宝箭 它是那个 那个箭 LL 这样子 多长呢 一个人的长 1.8 1.8 very long 比这个 比这个还要长 所以要适合到这边 你要那L 指向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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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形箭 弓 一个宝盖 两个口 弓 九弓八卦的弓 行 五行 五行的那个行 箭 是 是 箭 弓形箭 弓形箭呢 能够止住这些东西 这些去水 很少人用弓形箭 很少 因为这样子的物质越来越少了 所以弓形箭也就很少人懂 弓形箭 好 所以你要记住啊 放一个弓形箭 在这个地方 它就能够穿住你的 你的彩位 不让它泄 在这个地方 知道啊 那么时钟 要放在这个 四的方位 这个时钟 要放在这个位置 但是 你这个时钟 不可以放普通的时钟 因为明年 四为蛇 犯太岁 太岁呢 我们要静 不要动 你静 就没事 你一直动 就麻烦 那时钟一定动的 哪里有时钟静的 对不对 那你就放一些风水时钟 去买一些风水时钟来放 什么有八卦 有什么什么的 有财神啊 是吧 财神的时钟啊 什么钟呢 这样子 这样子就能够化掉 什么什么 八卦 风水 罗盘的时钟啊 什么 就买那些来放 时钟一定要记住 我站在你的大门 外面 我看不到里面的时钟 那是标准的 不戒钟 钟不戒人 看伤是什么 看伤是什么 不管怎么样 没有excuse看不到 他站那边看不到 有些人说 没有啊 没有看到啊 他关门啊 开门啦 开门 开门站着看不到 就是这样 他的铁门啦 你要铁门在这边 这样看不到 你不要铁门开了 那那龙总把快丢 对吧 就是铁门这样子在这边 啊 爱不会随伤 有罪埋 这样子啊 看不到 就好了 好 那么你如果要摆 你自己的财 财位 我想要摆我自己的财位 在南方 在南方这个位置 好 那你就要摆一些 能够 能够给你的财富 这个就很多人不知道了啊 他的财位在南方这个地方 很多人就会叫他摆财位 在这个位置 我的助理十个里面九个都是这样说的 实际上呢 你应该要在这个地方 摆一些好像比较有聚财的东西 比较能够有看起来好像有元宝啊 这些啊 聚宝盆啊这些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再放一个比修 咬住你放的那些钱 你要这样子做 咬住他 好 所以这边要放一些金银财宝 这边要帮咬住他 好 要对支 对支 这样才能够充分用到 好 那么你这个地方是 五方 五方是属什么 属马的 属马的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的中央 大概是在这里的中央 你可以放金马 但是要放四平八稳的金马 就四只脚都下来的 一只脚上一点点可以那种 一点点 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子 好 我们叫起扬 不可以起扬 记住 谢谢